机灵鬼一号当属国家队对宠级的人物 出生于2004年今年15岁的管晨晨 女团决赛之后国家队的队友一起合影 别的小姑娘都安安静静的 就她的戏最多 镜头里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叫管晨晨 中国体操运动员刚夺得冬奥会体操金牌 比赛结束后大家都在镜头浅乖巧的拍合影 她却开始了斗逼行为大赏 把记者都逗乐了 家都爱叫她管小炮 因为比较贪吃体型也是远过隆东的 原先她自诩是国家队同组小伙伴里最美的一个 不过最近她遇到挑战了 不仅如此还是个小吃货一枚 人称小胖管胖 镜头里的她嘴巴没闲过 气能吃又能说 是个闲不住的主 自己长得是最美的是吗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了 现在谁最美 之前一直自诩是对了颜值担当 后来主动让行 原因是眼睛没有加加大 所以这就是你挑起气氛担当的原因吗 靠不了美貌 咱就靠搞笑另PC就决 晨晨 我想问一下你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美女女神 那你眼中的小胖是什么样的 比较顽皮 她平常是吸睛 训练也是吸睛 生活也是吸睛 都哪都是吸睛 采访时直言 身家是女神 这个评价是相当之高了 害羞的身家却吐槽她是妥妥的吸睛 女神和逗逼总是相得益彰 这么一对相隐相杀的小姐妹 白妹要嫉妒到变形了 妥妥的吸睛附体 这一番行人流水的耍宝搞怪 浑身散发的耀眼的谐星气质 女版张国伟没跑啦 Walt让八妹的老脸往哪儿搁告辞 这个小机灵鬼 虽然访客为主 要求换话题 不由想起 全红尘妹妹的性格采访 祖国的这些小花朵 实在太可爱了 看了那么多管胖都逼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她乖巧的样子 可能还是因为这次PM失败了 还要回家的时候再做抗压的训练 因为在活动的时候可能没有才怕 没有那种紧张的气氛 所以做动作会比较放得开 然后做的 哇哦 小姑娘认真起来好专业 颇有世界冠军风范 2003年出生的唐谦静 刚夺得了今年端奥会体操银牌 可以看出是个有魄力的小姑娘 恭喜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长大 把成熟了一些了 应该是对动作的感觉 然后自己的赛场 就是自己的发挥感觉吧 就不会像小时候比较着急 就容易紧张 现在就稍微能沉住气一些 就是只要过程做好了 我就觉得没关系 没问题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叫卢玉飞 2000年出生 性格沉稳大气 娓娓道来 不得不感慨 我们祖国真是人才辈出 一张张年轻漂亮的脸庞 一个个踏实努力的身影 未来可期呀 刚刚我看教练都夸你的 那个七百二不错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太行吧 但是还没有做出自己最好的事 哎呀 现在这么 这么谦虚 这么低调吗 长大了 是不是 你该长大了 哦 太懂事了 跟记者这段对话真是太逗了 小小年纪 孤作成熟的样子 让人忍俊不禁 因为现在长大了呀 长大了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调皮了 十六岁了 快乐 谢谢你啊 不谢 那十六岁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将步入一个新的新的真诚吧 嗯 也到了十六岁 也算是承认那个在体操界是成年了 肯定自己长大了也想好了嘛 因为这样子也到了奥运会的那个年龄了 就能上 能争取 就上奥运会 谁能想到 这个口口声声要长大的小姑娘 刚满足参加奥运会的年龄 就直接拿了金台 因为要备战后面的全能 平衡幕和自由操三项决赛 管辰辰没有时间去精心度过自己的生日 但是在训练馆里 教练还是特意为她点播了生日歌 也祝愿小姑娘的生日愿望 能顺利达成 因为要备战后面的比赛 没有办法给小胖精心过生日 教练和队员们在训练馆里 给她点了生日歌 祝愿小胖的生日愿望可以成真 插个题万话 国家运动员真的挺辛苦的 据了解 小胖妈妈最近一次见她的时间 还是两年前 而爸爸最近一次见她 已经是2017年春节的事了 朋友们 不要吝啬你们的小手指 给我们的运动员和家人们 疯狂点赞吧 我觉得我来广东这边 三周杠子的进步比较大 比在北京 就是我运气稍微有所提高 质量也有所提高 施佳接受采访时 瞅瞅小胖娜小眼神 运行OS估计是这样的 拉倒吧 静革能吹牛 结果张嘴揪着一通彩虹屁 假许你 我觉得你屏幕也有点进步了呀 好了 该轮到你夸我了 咋不完剧本走 还拆起我台了呢 这几点的剧本 很累也要把它演完 广大得知闺女获奖 激动抱起管妈专圈 这段看得拔眉劳累纵横 十年磨一剑 孩子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有位这对伟大的父母鼓掌 我们三岁的时候 就把他送去你拉筋舞 培养什么气质呀体型啊什么的 有一次在家里玩什么呢 玩了个转爬 我们都同时搞了几个 战友的小孩嘛 做事业 小孩转了几圈以后 站起来 站不住 他转了十几圈以后呢 站起来没事了 然后我一下转过了 转三百多分 站起来也没事了 这时候六岁的时候 我也有个老旧吧 他说你小孩这么活活 这么爱动 是可以训练体操吧 然后说行吧 我们试试看吧 我们老婆觉得晚上一吵 这个不被 你咬酸 原来偶然的机会 父母发现了小胖的体操天赋 更幸运的是 父母抓住了这一点 对他进行了培养 我们才没错 是一个世界冠军 冠军的养成 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 同样 去立马也要有伯乐的会演呀 这波带树摇可爱到你了吗 点个赞吧 来店 again